那这几篇是非常重要 而且成就是特别高的 特别高的 比如说埃影这个作品 埃影作品当时就是想写这个 当时这个楚国的国都影都 那被攻陷 被秦军攻陷之后 他的那种绝望的情绪 然后写了那个向东的流亡 向东流亡的那个情况 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 像涉江 涉江实际上就是写 他晚年这个流放 流放的经历 晚年流放的这个经历 流放到南方的那个经历 淮沙现在一般认为是绝笔 认为是他最后的绝笔 因为淮沙的 那个诗的最后是讲 这个之死不可让 这个让可能也就是躲 就是躲避吧 不能够回避 愿无爱惜 愿无爱惜 古代这个爱字不是一个好的词 我们现在的好词 爱是有偏思的 这个爱 爱是有偏思的 那个爱 如果现在 如果古时候讲这个爱 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喜欢 不管是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 特别男女之间喜欢 他很多实际上是用那个帘字 对不对 帘 就是那个怜爱的那个帘 这个爱字就是说 知道这个死亡 是不可回避的一件事情 不要 不要这个 不要 不要愿无爱惜 明告君子 不将以为类型 他就遭告天 所以最后可能是要死 怀沙可能一般认为是 他的绝笔 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 那么当然这个 怀沙 包括这个橘颂 橘颂是 橘颂一般现在如果认为 他是誓言的比较特别 大家认为是屈原的早期的作品 那个里面还有比较积极的 正面的这个情绪的表达 所以这个我只能就是说 最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大概的一些情况 所以 埃影 涉江 怀沙 涉江 埃影 怀沙 橘颂 如果那个 这几篇作品 这四篇作品 从时间上来讲 可能橘颂最早 然后是可能 涉江 然后埃影 然后怀沙 大概这几个作品 你都可以看到 是居然 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几个 一些阶段的 相关的一些作品 然后相关的一些作品 那是这样 那最后呢 我想这个 还是简单的要交代几句 关于储词的那个 那个特点 它的艺术上的一些特点 对吧 有几点我想 我想是需要 交代一下的 第一个呢 储词有非常显著的那种 所谓 可以讲是一种 修辞性的语言 修辞性的语言 你从直接的这个字面上 和它的这个上面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比诗经要更加浮于华彩 更加浮于华彩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 屈原的语言 就是屈原这些作品 如果是屈原 确实屈原作的话 屈原作品实际上是显然是经过修饰的 显然是经过努力的修饰的 当然就是 第二就是它这个 它尸体的一个成和创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就是说 储词的产生是有它之前 早期南方文学的那个传统 传统的影响 像这些锡啊什么 之前实际上就已经有 狮子的运用 在这个音律上的 调节音律这些 实际上在之前就有 但是到了 储词这里 到屈原的这些作品证 实际上大大的发挥 就变成了这样一种 特殊的这样一种尸体 或者一种文体 后代也很多有这样的模仿 模拟 包括后来别人很多研究 比如说认为这个气炎的关系 气炎的关系 这个起源问题 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有一种认为 就是气炎实际上是从储词来的 就是从储词来的 因为储词里面有不少的 这个气炎的巨细 比如说像国商里面 超无格式 皮膚甲 车座故事 短冰结 当然是一个锡字 前面是三字 加一个锡 后面又三个字 很多是气炎的巨细 那个像后来到东汉 那个张衡 那个鲁迅曾经有过仿作的 我所思熙在泰山 我所思熙在泰山 也是基本上是取这样的例子 包括这个 一直到潮皮的燕歌行 燕歌行一般认为 气炎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作品 你看它基本上也还是 一个显然的 这个处词的这种痕迹在里面 所以它把这个一种发扬光大 成为在文学史上 把这样一种 怎么讲 南方的这种尸体 一种发扬光大 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那么第三个 当然可以讲是 它那种情感的强烈和婉曲 这一点 强烈和婉曲 两者之间 似乎是不同的 似乎是不同的方向 但确实是有这个情况 这一方面 它的情感非常地强烈 我前面也提到 如果你去读黎一艘的话 它有很多很决绝的话 很决绝的话 它比如说 大家都很熟悉的 异于心之所善戏 所以久死其又未毁 这个久是多次死 非常决断的 还有什么体虽解 如何如何 起于心之可成 就是说你把我整个都自解掉 我整个都死掉 把我整个身体都自解掉 我这个心都不会变 所以它有很多 非常这种决绝的这样的话 非常强烈的话 那么当然诗歌里面有很多了 不光是这个 很多情感 诗歌的情感 这种是它强烈的 这种对外界的不满和愤懵的情绪 那一往情深 那情诗里面的一往情深 其实也都是 但还有一个我强调就是说 你知道它实际上是有很多 很婉转曲折的情感 它这个情感当然有强烈的一面 但它有的时候表达 也不是一下就奔卸出来 它是有它婉转的一面 这特别你比如说 如果读去久歌 久歌里面的作品 就可以知道 有这一面 所以梁齿超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那有朋友说 中国文学里头的 大概就是情感 还有这种问题 它就讲到屈原的表达 它处辞的表达像什么 它那个感情往前走 但它有的时候像一条蛇 当然是在往前走 但是它是盘着 弯弯曲曲在往前走的 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奔系下来的 它就像蛇一样往前走 所以它是 我觉得要看到 如果你要去体会 它里面情感的表达的话 它有强烈的 有直接的那一面 其实还有曲折的一方面 婉转的那一方面 这两者之间是结合的 有的时候是非常缠绵的 这是一个可以说的 那么当然它的成就上 我前面也在提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作为一个诗人形象的塑造 因为黎骚这样的作品 实际上是一个 这长篇的抒情诗 中国诗歌史上非常重要的 长篇的抒情诗 它那个抒情主人公 如果是这个主人公 是去源这个人物的话 实际上是就通过这个诗 把它的形象塑造起来的 所以这是非常成功的 在那个 在诗歌史上 那去源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 没有这样的长篇的作品 那个也几乎很难 就是通过诗来看到 一个这个诗人 这个诗人的这样一个 一个主观形象 这个是后来是很久很久才有 这个恐怕一直要到 这个魏晋以后 这个以后才可以看到 诗里面看到这样的这个形象 那之前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 从诗经来讲也看不到 因为诗经是一篇一篇的作品 而且你也很难绝对是谁的作品 具体解读诗篇的时候 才能够更深的体会的 就是那个香草美人的传统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楚诗里面有大量的 这个南方的 种种南方的这个植物 你可以植物花草 非常繁复 这方面反映了南方的地 这个气候地理 这些自然的这些情况 那二方面其实 那个也是体现了 这个它这些实际上都是有托育的 有些是好的花草 有些是恶草 恶花 它实际上都是有它的象征意义在里面 有它的象征意义在里面 所以这是有区别的 那特别是所谓这个美人 香草美人 那屈原有很多诗里面 把自己说成是一个 有的人所以说屈原可能 有一种说法就是屈原可能是一个乌 它是一个乌 就是它不是说它真的就是怎么样 它很多描写说别人很嫉妒它 然后就好像它是一个女的 就是一个女巫 嫉妒它的峨 这个如何如何 所以你想说屈原到底是个什么人 所以有的讲屈原恐怕是个苍幽 有各种各样的讲法都有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它是个乌 它确实是有这样的比喻 就是把自己似乎是一个女子 然后别人来嫉妒它如何如何 有这样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所谓的香草美人 但是这个都不是直接这样写 它其实并不是在说 这个女性之间的嫉妒 或者这个里边的这种 种种的这种 这种纠葛的关系 实际上它都是有它的寓意 有它的托育 托育讲的 实际上它是把很多 这个所谓的香草美人 和它当时的 它的政治理想 屈原是有所谓美政 美政这样是体现 它谈到有些像饶 像顺 这些古时候的这些 这些很好的这些君主 这些天下的君主 它讲到这些 所以它把这些来讲 它这个政治的理想 实现政治理想 或者政治理想 不被实现 被别人敬禅言 就把这种 结合在一起来写 所以后来很多的传统 就是这样嘛 中国后来 这个影响很大 你怎么来读这些诗 所以很多情诗 你怎么读 这真的是一首情诗吗 人家就有怀疑 那里面是不是 有政治的意味 最明显 比如说读李商颖 李商颖那么多诗 搞不清楚 李商颖真的搞不清楚 他到底在说什么 你看上去都是情诗 那有些人不是的 说李商颖有政治 政治胸怀 这个话我觉得 这个事情 我觉得几乎是 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我来讲 我也很喜欢读李商颖 但我觉得这问题几乎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因为有人说李商颖有政治抱负 我真的怀疑李商颖有多少政治见解 政治 多少那个 我不太认为他有这个 他可能永史诗里面 对历史诗有一些认识的 有一些感慨 但你说他有多少政治 李商颖绝对不是个政治家 绝对不是一个有特别政治怀抱的一个人 我想他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你也不知道 因为按照这个传统来一读的话 他用了很多这个前代积累下的这些意象 所以就不得不让人从政治上去读解 有很多的作品都读着 比如说那个陶渊明 我认为如果你们去看陶渊明那个叫什么 就是愿在一而为零 那个贤情妇 就是那个有十愿 有很多那个愿 你去读他那个东西 那你觉得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你就可以是一个情 表达感情的东西 那你去看看以前的解释 很多很多里边就是 他指出来 这个里面有些意象 就是处词里面就有的 然后这个下来以后 就是所谓的这个 就用这个美人来理解的话 他就是有政治怀抱的 陶渊明这个贤情妇 其实还是有政治怀抱的 所以这个东西没法弄 就是大家都朝这个角度去理解 所以这种情感 特别是男女之情 和这种政治的 这个关怀的这种掺杂在一起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 从缺原这个地方开始的 这个影响也非常之大 影响不仅影响到 后代的那些对文学的理解 而且影响到 后代那些诗人的文学 诗歌的创作 诗歌的创作 所以原来他自己很恍惚的 因为任何一个创作 都是在前人那个传统当中下来的 对不对 之前有这样一个传统 有这样的意象 然后他运用这些意象的时候 他不自觉就会把文学和政治的 这种复杂的这种关系 就会带进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 值得注意的一点 然后有一个地方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的 虽然创作音乐性的问题 音乐性的问题 我想简单的给大家交代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在我导演的时候 就特别讲到过 中国的我们现在文学实际上是语言 以语言文字为基本媒介的 是以文字为基本媒介的一种艺术样式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很常 比如说诗经那个时代 它是诗 舞 乐 最起码可能是诗 乐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当诗歌和音乐 歌词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时候第一位的是什么 第一位的绝对是音乐 而不是文字 对不对 如果你太强调文字的话 有的时候就是没法唱 这样到后代也是这样 你在词里面对不对 人家讲这个写的是好 但是人家没法唱 没法唱 那就有问题 所以它音乐肯定是第一位的 而就是诗和乐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讲是诗乐 但实际上乐的位置是在诗之上 首先要考虑 但是文学要发展 文学最后起来 从作为这个文字 以文字为媒介的这种文学 它怎么在多种艺术样式 是柔和在一起的状态下 逐渐逐渐分离出来 逐渐逐渐独立出来 发展它自己的特点 发展它自己的特性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就是观察我们早期文学 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虽然音乐文学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有 后来的词曲这些都有 但是早期这个特别重要 怎么来观察这个 那么从这个 储词的作品 雀然的作品里面来可以看到 我觉得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 实际上已经有这样一种痕迹 就是从这个音乐当中 文字怎么怎么脱离 脱离开了 那么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音乐和储词这个诗 你怎么来观察它 跟音乐的这个关系 那么我简单地说 是什么呢 就转化音乐关系脱离开来 就是一个是歌 一个是颂 一个是歌 一个是颂 就是歌是什么 就是唱 颂是什么 颂它就开始读 这个读呢 不是说直接的 不一定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么读 它可能是吟诵 它可能有一定的调子 但它不是合着音乐唱 不是合着音乐唱 所以这个呢 在当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处词这个大家都意识到 有这样的一个分别 但是呢 怎么来区分这个问题 怎么来考察 比如说屈原这么多作品 你怎么来看 哪些是和音乐的关系比较密切 哪些和音乐的关系不密切 那怎么来看 这个怎么 我那时候呢 其实根本不是定论 那做前面的这个研究呢 就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很多恐怕不是 你可以绝对的 百分之一百的 确认下来的问题 但是呢 你可以提出一些 你的理由 做一些或许有道理的 那个假设 那假说 我就很简单 我那时候写过一篇文章 有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 参加那个 当时参加那个 那里参加那个 南京大学的一个会议 那个我写过一篇文章 就讨论 它是什么呢 我就讨论这个锡子 我只能把我最简单的 我想法给大家介绍 就讨论锡子 锡子在储词里面 是最多出现的一个 所谓这个词 一个一个字 这个诗经 文艺多作过很多研究 就是说这个锡子 有很多很多种功能 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语法的功能 你最简单的 它可能就是可以调节音节 有的时候是解释成鱼 有的时候解释成织 解释成很多很多 你们可以看 这个文艺多先生 有过这个讨论 关于这个讨论 但从这个锡子 大概可以推考 是怎么推考呢 我就简单的讲 你去看看 看九歌 九歌从音乐 最早它是下的 一个音乐的乐曲 对不对 名字 那么它是 当然它是古代的音乐乐曲 当然是可以唱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从当时的这个 民间的祭祀的活动来讲 这个恐怕也是 乌歌嘛 那也是唱的 所以从这个来看 我觉得当时分析 这个锡子的位置 锡子在这个句子里 位置是什么呢 简单的来说 锡子的位置 大致 在九歌当中的句式是 是333 锡333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句式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锡子在一句当中 锡子在一句的当中 前后呢 基本上是三个字 会有真减 有可能是前面变成两个字 也变成三 或者 两三个字 或者后边也可能是两个字 三个字 甚至可能有四个字 甚至可能有四个字 有这样的情况 极端的有五个字的 极端的有五个字的 但它基本的格式是 差不多 3 3个字 比如说 前面讲的 超无歌兮 批兮甲 车错古兮 短兵阶 你可以都可以这样子去读了 当然也有很多了 你比如说 《香妇人》里面 她讲 《洞庭波兮木叶夏》 《洞庭波兮木叶夏》 所以很多 这里面可以去对 当然也有一些有差别的 有些 比如说 我想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香菌》里面有一句 就是前面是三个字 后面有五个字的 比如说 七不信息 七就是约 相约 但是没有 不信 就是信实 可靠 七不信息 告语 以不闲 就是说 本来我们约定的 结果你告语 你没空 告语以不闲 所以 七不信息 告语以不闲 那是五个字 但是基本的格式是这样的 那么九个 如果是 这种格式 基本是可唱的话 那这是一种 那你看这个离烧 离烧呢 基本上可以看成它是什么 是 是只能送 不能唱 因为离烧那么长 对不对 离烧那么长 这个 三百多 三百七十几句啊 多少句 各种不同的统治 那么长 你怎么唱 我发现 你唱一段涌炭料 也没办法唱那么长 所以古兽肯定不会唱 而且呢 离烧根据很多记载 实际上都是用 用处身来诵读 用了诵读 所以你就看这个离烧的一种格式是怎么样的 离烧的格式呢 基本上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西字可以讲在两句之间 然后呢 一般讲前面六个字 它基本上是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 是夹着六个字 这个如果是三个字的话 这个是三三的话 这个就是六六 当然也有变化了 我当时也列举了 前面不一定六个 它可能是七个 它那个基本句是 比如说 离烧的第一句是 地高阳 至苗一息 正黄考 曰 伯庸 所以它前面是六个 后面是六个 对不对 是很长的 那么当然也有最长的 比如说 我举那个就是 后面争了三个字的 争了三个字的例子 怀正情而不发息 然后下面 于焉能忍而于此中骨 有九个字 九个字 那这些都会有变化 但是基本的歌词 大概是这样 简单讲 就是说 如果是歌的 这个西的前后呢 字少 比较短 基本是三到四个字 三四个字 这个颂呢 基本上是六个字 当然六个字上下 会增加 会长 这个就是 这个是短 这个是长 这是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了解 这个我对 恐怕现在也没有人 能听到古代的音乐 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当然有研究 这个音乐考古学的 研究上古音乐的人 他们可能是专家 我当然完全不具备 这个我一个最朴素的理解 最朴素的理解 歌你如果去唱的话 唱歌肯定比读东西要慢 唱肯定比读的要慢 我同样读一个东西 给你一段歌词 我读这个歌词 很快就读完了 但你唱 可能要唱半天 对不对 所以那个 简单来讲 就是说如果唱的话 那个字不能太长 太长的话 这个整个唱的这个乐句 就会很长 就很长 我不知道 这可能古代音乐 是不是有这个关系 它那个旋律 不会非常的 它基本上是比较有节奏的 不会现在有太多的变化 不像现在的音乐 可能它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它那个体现在文字上 它那个乐句就不会很长 而诵读的时候 你不仿长 现在很多人研究 就是说 基本上为什么中国诗 后来会发展到五个字 到七个字 它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七个音节 它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控制 如果再长 长到九个 我们听起来 可能接受起来就有问题 就比较复杂 所以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这我只能一般的来讲 一般来讲就是 你诵读的时候 这个句子 诗句不妨长 诵读的诗句 在文字上体现上 它可以长 而乐句实际上相对要短 因为它需要唱 唱的话 它太长的话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这个西字 只是表示一个节奏的 一个转折 一个变化 对不对 就表示一个变化 所以大概是 大概从这个角度 就可以理解 我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个基本的 我的基本的 这个想法 是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我应该是有没有道理